嗨,派友们好,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15日,星期三,今天距离12月24日平安夜还有9天的时间,项目方一直说圣诞节前一定会主网,所以,主网会随时到来,但是不会超过圣诞节。 亲爱的派友们,你们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吗? 几天前,我们的派APP主页更新,官方推出锁仓方案,不知道派友们是否领会贯通了,关于锁仓问题,派友是相当的纠结,派学院接到大量的留言,问应该怎样的比例和时长来锁仓。 目前不管是管理员还是大咖,最多只有一个参考性回答,无法具体指导你的锁仓,就像一只非常好的股票,你到底什么时候买入,以多大的资金量买入,无人给你凝视,因为这只股票谁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涨起来,也不知道涨到什么价格,专家最多给你凝视,可以入手,以后价格不低。 关于锁仓的问题,如果看不懂英文的派友,请参考派妹这期节目,在这期节目中派学院翻译了派APP中关于这次锁仓的官方内容,我会把这只翻译的影片放到最后影片结束的地方,你点击就可以了。 同时,我也会把翻译影片链接放到下面说明栏目中供你随时取用,同时,我还做了一期如何锁仓,为什么锁仓的节目,我都会一同放到影片最后, 和说明栏中,希望这些能够帮助派友们理解派锁仓。 距离竹网仅剩下9天时间了,还有小道消息说,就在今天竹网就到来,不管什么时间竹网到来,9天内竹网都会到来。 两年半都和派并肩战斗过来了,拆等待这9天。 今天派学院把这几天派友们针对锁仓的一些问题按照问答的方式解答给每一个派友。 在节目开始之前,亲爱的派友,请先伸出你的小手,点击派学院订阅吧。 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呀,这样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派学院给你的最新资讯。 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问,我可以不设定锁仓吗? 如何设定不锁仓? 答,当然可以,你的派币你说了算。 设定不锁仓的方法,打开首页左上方的火箭标志Mainnet栏目,点击打开Mainnet后,在这个页面,我们看到页面的最下面的小齿轮吗? 点击打开后会看到一个橙色的中间有个对号,你只要点击这里去掉这个对号,就会出现这样的页面,说明你设定了不锁仓。 点击保存就说明你设置不锁仓成功。 但是,有一点注意,你设定了不锁仓,就等于宣布放弃了主网之后的挖矿权。 问,我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到我有多少基础币和非基础币的数量? 答,每个先锋在打开首页左上方的火箭标志Mainnet栏目,点击打开后,我们看到有四种颜色,橙色、紫色、黑色、灰色。 点击橙色的部分,在打开的页面,我们看到这里显示的数字就是你的贡献币数量。 你看这是我团队的贡献币25个。 点开紫色的部分,在打开的页面,我们看到这里显示的数字就是你的基础币数量。 你看我的基础币是98个。 当你通过了KYC后,你的基础币就会按照你最后锁定的比例和时长进入你的钱包,可用余额和锁定余额。 问,什么时候我的钱包能收到贡献币? 答,当你的推荐团队和安全圈成员通过身份验证后,你的贡献币也会按比例和时长进入你的钱包。 问,主网后,我新挖的币如何锁定? 质押后每天挖的币可以交易否? 还是需要到质押期限后才能交易? 答,主网后你新挖的币按照你初始设置的比例,同比例释放可用余额和锁定余额, 质押后每天释放的可以比例收益立即到你的派钱包和交易,这也是最吸引新人入场的地方。 问,我的派全部都在我的派钱包中吗? 答,项目主网去中心化后,100%由先锋自己通过助记词掌握, 已经进入主网的派和自己设定锁仓的派都将在这个钱包里展示, 锁仓部分将由智能合约按设置自动执行。 问,算力币是按照原来说的生命周期释放,还是下线过KYC直接释放? 答,算力币,只要你推荐的人过了KYC,当天全部释放给你, 但是它属于不可交易的币,按白皮书规定,生命周期到了,再释放到可交易余额。 问,质押后挖矿速率跟下线再线率还有关系吗? 答,主网后,质押挖矿是一个全新的模式, 以前的推荐算力你已经得到回报, 这次质押挖矿与其他人无关,相当于你自己定期存款,每天收利息。 问,主网KYC后派钱包中的可用余额币,我可以自由兑换使用吗? 答,进入你钱包的首先是基础币,100%由你掌握使用。 其余的派币要根据安全圈和步道的先锋的KYC审核后, 项目方会精确计算后转入你的钱包。 亲爱的派友,锁仓涉及你的切身利益,请慎重对待, 在主网之前你完全可以不停地纠结, 今天提供的这些问答,也是为你的纠结给点养分, 给点提示,派友们自己搞清楚再做决定。 派妹本人这样建议,对于质押锁仓共识高的, 可以锁仓百分比多些,时间长一些, 对于着急抛售的,至少锁仓最低25%和时间为两周, 这样质押的也没有多少。 不建议不锁仓,因为目前还未开始KYC, 不确定设置的锁仓对KYC时间是否有影响, 目前项目方表达的意思没有那么清晰, 都是个人推理猜测的, 总之我建议着急抛售的也按照最低锁仓, 万一不设置锁仓造成KYC延迟, 这样不是得不偿失吗? 派学院这个问题上建议大家也不要依赖别人的解读, 自己的必自己做主,自己做决定。 派友们如果觉得我的意见能帮助到你, 就请伸出你的小手订阅派学院频道吧。 同时也别忘了点个赞呀。 加油,派友们,我们下期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